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Made is the League Made is the channel,我是阿哲 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已經拍了一個新的micro大長片嘛 就是micro的目光森林 對,然後依據以前的那個傳統 然後就是 像之前拍天亮模組,我拍有那個 做那個天亮的懶人包嘛,沒錯 對,我那個目光森林的懶人包已經做出來了 對,這個大概久等啦 雖然我只拍了一集目光森林 然後就就做出這個懶人包了 其實這個懶人包我做的時間是比之前還要久很多的 因為大家知道micro1.6有更新之後 它那個那些啟動器什麼都有改了 對,所以要研究就更多時間 對,所以我之前就研究半天然後就研究不出來 然後給月痕他研究了一下 然後他就研究出來了 對,所以這個懶人包其實應該是月痕做的啦 對,其實還蠻感謝他的 對,這個懶人包就在這個地方 我最後懶人包會在這邊上傳 就是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跟天堂放在一起的 就是這個micro的目光森林的懶人包裡面 這裡面是沒有東西啦 因為我還沒上傳到這邊來 反正大家下載的方法 大家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以這個天堂為例 就是在這邊下載嘛 然後點這邊就有一個窄點 當然是天堂啦 就是不要點天堂進去 如果你要做目光森林的話 就是點這個進去 然後差不多會有長得像這樣的窄點 然後這樣download就好了 對,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跟往常一樣這樣子開啟它嘛 然後這個東西就很窒息 這個是,這個是安全的 對,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跟之前一樣嘛 就是大家看一下我 對,然後這個是整合版 就我,我有做出那個純淨版和整合版 之前是叫進階版啦 我覺得現在要整合版比較好 反正都一樣 然後我就是包含目光森林還有N1還有Opt5 整理包包這樣子 對,就是,然後純淨版就只有目光森林 然後詳細介紹就是那個,你們可以去進去看看 然後安裝教學就是那個 就是這部影片啦 然後我之後就會附網址上,因為還沒上傳嘛 對,然後Minecraft版本1.6.4 然後這個,目光森林版本 然後Bug閃離發現這樣子 對,然後你們一開始目標的資料夾應該是這個啦 應該這個就是 一般的那個Minecraft資料夾 可是如果你那個 你Minecraft放在不同地方的話 那你也可以就是 進去瀏覽,然後進去 那個一個 反正就是看你Minecraft照到哪邊 你就那個啦 你就那個 看你 看這個藍籃包照到哪邊啦 預設是這個地方 對,然後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安裝吧 對 然後就這樣子 那個 目光森林就可以 當然應該就是可以 開始玩了 對,然後這個啟動器呢 因為就是 反正就是 單機版的啟動器啦 因為我沒錢買正版的 雖然 它跟正版啟動器應該都差不多 如果你們用正版的 有遇到什麼問題的話 那也要趕快跟我講 對,我可能還會再處理一下 對,然後 差不多 它就跟正版啟動器差不多 可是 我不會附這個啟動器的宅電 因為我覺得 對啊 附那種 道版的啟動器的宅電 好像也不太對 對 就你們自己去找吧 然後這個就是 一般應該都有這種地方 所以你們應該要按 New Profile 就是 我不知道是有沒有啦 反正就是 應該有這個版本的地方 就是這個版本的地方 它就有 附一段的版本 我覺得這 就是 我記得這是正版的東西 然後這個正版 你們這樣往下來看 就可以看到這個 目光聲音 這是 就是裝了那個奶包 就還會出現的 就按了這個目光聲音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 Profile 這個你就隨便打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啦 我記得這個正版沒有 反正就是這個 version 要注意一下 就是按這個目光聲音 就是 對,然後我們就會按 Save Profile 然後我們就點這個 新建的 然後這個版本是 目光聲音 就是Micro 1.6.4 目光聲音 然後再打上你的名字 然後這樣對就好了 對 大概是這樣子啦 對 因為 因為很適合這個 那也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差不多 它的那個 方式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 它就在慢慢跑了 對 就是在跑那個 跑Micro出來 對 它出現 照理講說 應該是沒問題啦 然後我弄的這個是 全新的Micro 就是 完全沒有 那個 更動過的 對,然後這個是英文 你看 就知道我這個根本就是沒有動過了 我們把它找到中文 對 應該是可以啦 應該是OK的 然後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對 然後我們就是來 建一個世界 看它是不是 就是 確認它是沒有問題的 對 好,就這樣子 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對 那我們就等它一下吧 好了 就是差不多就有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們的Skin是預設的嘛 對 然後這個 那這個 這邊有出現那個 NEI 對 這邊也可以就是 紮字上調一下 對 所以一切正常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 對 這個 Optify有出現了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還要裝什麼 整理包包也要確認一下 應該是有啦 對啊 整理包包也有 所以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 大概建一個傳送門 這樣 看傳送門在哪裡 我們直接拿 對 它好像沒有那個傳送門 好啦 我們就用正常方式來 建那個傳送門就好了 然後 這個地方 就大概 快轉一下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啦 這應該大家知道 就是那個二層二的這裡嘛 然後丟進去 有嗎 啊啊 忘記了忘記了 嚇我一跳 喔 希望要放這個 嚇我我每次都忘記 哇 我又不行了 喔 好可怕 剛發聲音機 很恐怖的事情 好啦 應該是可以的 好啦 對 我們就是 建了這個 Twilight 那個目光聲音的傳送門 所以這個MOD 大概就是裝成功了 對 所以 應該就是算 這個藍人包應該算是OK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裝 就是測試這個藍人包啦 對 然後我們就等它那個 生成一個新的時間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這就是我們的 目光聲音的藍人包 因為這個 就是正常的目光聲音了 對 非常的成功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好 那就這樣了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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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 一開始就是 你看這個 這個Protor就是那個 旁邊就是要 放一袋 那個植物啦 這個 就是蘑菇啦 樹那些花什麼的 然後映入眼了 就是這個 我覺得是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